第四百二十七集 虎大王与熊瞎子的日常 可惜啊 黄金再好 也只不过是士族之物 对于我等来说 没有一点的益处 北风摇了摇头 转身离去了 除了北风一行人 其余人看了一眼之后 就收回了目光 一座金山又如何 还不如一株 让自己等人修为提升一成的灵药 更来得吸引人呢 三头犬 长长地打了一个宝格 一脸的惬意 这一头霸王龙 也算是步入到妖兽的行列中了 虽然只是三级妖兽 但是也架不住肉多呀 只是短短的时间 整头霸王龙 就被三头犬的恐怖无比的消化能力 给腐蚀掉了 啪 北风那个气啊 直接一巴掌 呼在三头犬的脑门上 主人 好疼啊 你再敢大半犬的头试试 哦 好舒服 再来一次 三颗头颅 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吵吵闹闹 闭嘴 多久没有疏口了 实在不行 嚼点口香糖也行啊 北风手扶着额头 一副头疼的样子 刚才三头犬一个宝格 好学没让北风吐出来 本犬不就是口气大的一点吗 哪里像你们人类 说话那才叫口气大 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把人吹上天了 吃不着斜着头颅 嘴角向上掀起了一个弧度 就你话多 本犬警告 别碰本犬帅气的头 北风二话不说 使劲地揉着三头犬的脑袋 让三头犬发狂大吼 森林之中 断断续续的声音传来 北风一行人消失在丛林的身处 而遥远神农架的身处 一头身高七八米的庞大黑熊 和一头八九米长的黑色老虎 依偎在一起 可以看见 这两货的身上 都有着一道道伤口 虽然这两货的变化很大 但赫然是熊瞎子 与虎大王这两货 这两货几里咕噜地连笔带话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半上之后 俩或作得心虚地 来到一座黑色的小山的前方 熊瞎子的手中 还提着一头两米多的野猪 两只动物伸手灵活 很快就登临小山的上方 而后 两只动物开始一跃而下 沿着石壁跳了下去 石壁上凹凸不平 虽然天坑很深 但是却难不倒两只动物 轻轻松松地 在岩壁上腾挪跳跃 花了小半天的功夫 才下到天坑的底部 而后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 又开始向着漆黑一片的通道之中走去 要是北风在这里 肯定会惊讶无比 这俩货来的地方 就是那熔岩的地下空间 俩货屁调屁调的来到广阔的地下荣岩的旁边 嘀咕了一阵 虎大王不情不愿地用锋利的爪子撕开了野猪的躯体 一股股血腥味 在高温之下快速向着四周蔓延 而虎大王 却任由野猪庞大的身躯 躺在熔岩池的旁边 与熊虾的一起躲在了高处 哼哧哧地 滚下了十几块巨大的石头到崖边 紧紧地盯着下方 这里距离北风 见到的那一个金黄色的熔岩池 还有着很大距离的路 这里只是普通熔岩池罢了 十几条体型庞大的三级熔岩帽 从金色的小池子中 游过了巨大黑色平台下方的裂缝 湿湿然地进入普通熔岩池中 两三个小时过去了 熊虾子和虎大王像是充满了耐心 等待猎物上门的猎人 丝毫没有动态 咕噜咕噜噜 一阵阵古怪的声音响起 如同熔岩气泡爆裂的声音 但是熊虾子与虎大王 听到这个声音之后 嘴巴都快要裂到耳根上去了 熊虾子的小眼睛也突然睁大 紧张地看向了下方 咕噜咕噜 巨大的熔岩池中 冒出了一阵阵的气泡 三条巨大的熔岩蟒 顿时浮出了熔岩池面上 蛇性子吞吐个不停 三条熔岩蟒发现了目标 距离熔岩池不远处的一头 弥漫着血腥味的野猪 顿时争先恐后地游到了岸边 有些急躁 通常情况之下 熔岩蟒不喜欢离开熔岩池 除非是交配与进食的时候 但是这头野猪 实在是离着熔岩池有些远了 三头熔岩蟒不想上去 但最终还是食物战胜了理智 三头熔岩蟒开始慢悠悠地游出了熔岩池 弱大的头颅四处观望 轰隆隆 一连六七块巨大的石头 瞬间从高处降临 砸在了几条熔岩蟒的身子上 咕噜咕噜 其中一条熔岩蟒 直接被砸中了头颅 死得不能再死 还有另外两条 一条被砸中的身子 想要挣扎着离去 却绊不到 而最后一条 被砸中了细长坚硬的尾巴 而且看架势 很快就能挣托了 哦 胡大王直接从二十米的高空跃下 锋利无比的爪子 从肉点之中弹了出来 直接丝毫不差地 抓在了这头 已经挣托石头的熔岩蟒的头颅上 砰 弱大的头颅 瞬间被这一爪子撕碎了 流出了一滴滴带着腐蚀性的血液 胡大王躲在一边 看着自己爪子上的毛发消失不见 呜呜地对着熊瞎子吼叫了几声 熊瞎子圆滚滚的身子 从上方绕路跑了下来 然力而起 猙獰地露出了一口尖锐的牙齿 像是心情很不错 不动 一块石头绊倒了熊瞎子 庞大的身躯瞬间滚了起来 像是毛茸茸的球一般 砰 有些晕乎乎的熊瞎子 用爪子摸了摸后脑勺 看向了四周 当看到了一脸高冷烈的胡大王时 脸上露出笑容 很难想象 这两只动物 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智商呢 在同等的妖兽之中 熊瞎子与虎大王也是出类拔萃的 嗷的一声 这熊瞎子下一秒就笑不出来了 正好滚到了一头熔岩蟒的身上 被烫得一蹦几米高 重重地落在了地上 熔岩蟒不怕熔岩 是因为那一层皮起了作用 而皮上出熔岩的时候 多多少少地会沾染一些熔岩 熔岩一出熔岩尺 就开始凝结成块 温度还是不低的 正好一屁股坐下 顿时熊瞎子被烫得凹直叫唤 吼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虎大王的咆哮声中 带着幸灾乐祸的声音 一声金铁交击的吼声 远远传来 虽然到了这里 已经是很微弱了 但却还是让熔虾的鱼虎大王 受到了强烈的威胁 浑身的毛发炸弃 半晌 吼叫声消失不见 熔虾的鱼虎大王 动作熟练地 拨出了一颗赤红色的舌胆 把地面上的残尸 全部推下熔岩池 两货屁颠屁颠地离去了